酗酒那种人 脸上 这地方 这地方 血管扩张 痛红的 对吧 有 鼻头 痛红的 这叫毛细血管扩张 然后鼻子上这地方毛孔特别大 九刀鼻 这都是老酒人 而且这样的人 脾气不好 脾气不好 说发皮就发皮 说积眼就积眼 这都是常年喝酒引起的 伤了杆了 肝毒积累 以前没太当回事 就没太注意 但是现在您说完这一想 身边真不少这样的人 那为什么这样的人 它就代表他们需要排干毒了 而且这个酒它是真的有毒吗 就以前总能听到我妈说我爸 说你可少喝点酒吧 喝酒多伤身呢 酒是有毒的 而且在中医各代的典籍当中 都有记载 比如药王孙思妙 那是最早的药物化学家 他有记载说 酒这个东西 胃苦甘心 大热有毒 定性了 定性了 它能干什么呢 能行药事 它能够让药变得更强 能杀百邪恶气 所以说虽然最开始的时候 酒这个东西 我以前跟大家讲过 酒最开始发明出来是药的身份出现的 但是它一直是有毒的 但是药物多多少少也有点毒吧 对吧 这可以理解 那么如果这种毒 常年积累 不能顺利的排出去 会有湿热内截 刚才我说 红脸蛋啊 红鼻头啊 脾气变得火爆啊 中医面诊里 中医讲望闻问切 望诊都有记载 这就是湿热的表现 酒生湿热 这以前呢 有段相声 你们都听过吧 叫醉酒 侯伯林大师说的最好 你说那褥子爬上去 是吧 那个说你别来这套 我懂 我爬上去啊 我爬了半道 你一眼见门 我掉下来啊 是吧 所以这就是喝酒以后 这就是毒素在起作用 所以说这酒喝多了 确实是容易出洋相 是吧 而且今天啊 听这个铁峰老师一说啊 确实是长知识了 原来总听说这个干毒干毒 没想到最后啊 这干毒是从酒上来的 酒它只是众多干毒当中的一种 其实啊 能伤肝的东西太多了 但是肝呢 它是我们身体里非常安静的一个脏器 这个如果这人心脏要不舒服了 马上胸闷 出问题 有口咽气 呛到肺子里 马上就咳嗽 马上就反抗 但肝不是 肝受伤了不知声 它不会告诉你 它得出大事 受大伤的时候它才有反应 但那个时候你就没机会了 所以说这些毒素一定要早点把它排出去 如果不 引发的事情 第一多 第二 结果非常严重 像刚才我说的那些喝大酒的 常年喝大酒的 小红脸蛋 小红鼻头 它这是小事儿 那有大事儿呢 比如说酒精性肝病的 酒精肝 是吧 肝肝呢 等到那个时候你想排毒 开完药 没机会了 你看着我现在 我这一头冷汗都出来了 那你赶紧给我们说试 我们该怎么办 知道怕就行 今天我给大家两种方法来排肝脏里的毒素 先说第一种 有一首古诗 怎么说的 是 是 是 这么说的 说葛花消酒毒 余地发更香 这个葛花就是我们排酒毒的一个好帮手 我们只需要在日常生活当中 把这个葛花用上 用葛花加什么呢 加绿豆 煮水喝 它就能帮你排除我们身体里的酒毒 葛花什么知道吗 不知道 知道葛根不 葛根知道 葛根没有知道 葛根结酒知道吗 对 但葛根是药啊 我说的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啊 对吧 葛花跟它是一个植物上的 一个在底下 一个在顶上 这明白了吧 明白明白 葛花里面有造脚肝 有翼黄铜 这都是活性物质 那么它可以保护胃黏膜 更重要的是它能够降低酒精 在胃肠里的吸收 加速以醇排除体